現在看到工作人員指著地下的位置 就說剛剛那條線來的,彎線來的 指了給所有車收窄在那裡進去 三號車 就是葡萄牙籍的車手皮里那 駕駛Suzuki的750 皮里那暫時排的位置就在第六位 因為這個澳門加蘭人飛自賽 澳門電視台除了拍給我們澳門、香港、廣東方面的電視台用之外 他們也有很多拍給葡萄牙方面的電視台拿去播 所以少不免就一定拍攝比較多的葡萄牙籍的車手 讓葡萄牙方面也知道我們葡萄牙車手在澳門的成績就是這樣的 好了,剛剛完成了第十二圈了 帶頭的車手回來,完成了第十二圈 做的時間也真的稍微慢一點了,兩分四十五十四 兩分四十四維持,比上一圈已經慢了三秒了,已經開始了 沒有壓力的,完全沒有壓力的 變成就不需要慢慢急了 好了,第二位的車手過了 看到前面三手就是戴成桂 他兩兄弟來參加比賽的 一個叫戴成桂,一個叫戴成賀 路車的葡萄牙車手適合他了 戴成桂也是馬來西亞的卡巴沙奇車隊 這次卡巴沙奇車隊總共來了七架車 可以說是最大的車隊,一定要保住冠軍 戴成桂本身在馬來西亞方面參加150cc的比賽 那麼經常都是贏出的 趙傑宗曾經把最新的卡巴沙奇的親民車 就被戴成桂試過的 但是戴成桂做出來的時間不太好 所以趙傑宗就決定自己駕駛這輛車 問題是,他鬥開兩中程的街車 跟這些超級四中程有分別 還有車,第一最大問題是車重了 重量了,第一次駕駛上去 你真的不習慣了,將車撿來撿去的話 如果你駕駛兩中程,細絲之細孖 是,靈活很多 你一跳跳上去,好像搬石頭一樣 變得不習慣了,很難做好時間 要有一段時間讓他習慣了,他會做得好 趙傑宗,三手號車,在山上一段 比賽現在進行到第十三個圈了 還有兩個圈就會完成比賽 趙傑宗這個位置都很穩定 做出兩個圈中的時間,平均是2分46秒多 跟頭位相差18秒,跟後面那輛車相差13秒 看來都很穩定,可以獲得這次比賽的第二名 除非有意外發生 正如我所說,現在各自各自駕駛自己了 沒有壓力給自己,變成做錯事的機會少了 但也有個問題就是集中力 如果稍微不集中,就容易出錯的 所以變成要快,自己不想要慢,也不是一個好事 很簡單,譬如一級方圓車大賽,即使難夠快 試過很多時候領先的情況之下,炒車 對,稍微不留心,集中力一失去就會立即出事 接著來到這個,以前的沙時灣,29號的南達活 30歲的泰國車手,今年轉行開了很多房車賽 亦都開過1600cc的Colorna,就得到分組的第二名 亦都有開這個小型賽車 他自己說,今年第一次開電單車賽,就參加正式房車賽事 多方面的車手玩 現在東南亞,香港的車手,香港的車手都一樣 很多時候,駕開電單車,有時都駕駛房車 讓人望悶,反而駕房車,就很少駕駛電單車 比較困難一點,因為電單車要年紀比較小 如果有30歲過外,機率就很低 很難在新手賽中,跟人家共控車 沒有這樣的膽識,所以變得很困難,走回頭 但是電單車,一定是很早開始,很年輕開始 鬥得這麼長,有了經驗之後,開始跳上房車 就沒有那麼困難了,反而走就比較困難一點 31號趙傑中,剛剛過了茂京灣 完成第十三圈賽事,走到第十四圈 時間是2分44,29 這一個圈,帶頭車做了時間是2分487 已經開始慢慢維持得到,一直都是2分45 已經不快了 至於香港車手方面,現在領先是16號車的張澳光 第二位置是梁國子,第三位置是鄧又全 香港車手普遍都喜歡駕駛250賽車 250賽車比較輕鬆一點,用的體力也沒有那麼大 最重要是價錢方面,因為起碼便宜過 買駕四充和蘇格歸 因為改蘇格歸不是簡單的 每一樣東西,如果你買廠的套件去改,是非常昂貴的 但如果你不買廠的套件的話,你的實力就肯定沒有人那麼好 香港賽車手,多數都是玩業餘性質的賽事 變成250CC就是最佳的選擇 那你想想,在250買的新手賽,所謂半Works 那些車都過了10萬 如果你說真的駕駛750那些廠的車,就是幾十萬 通常現在在美國,你見到買一架 所謂250的街車版的賽車 若果是零件未有計數,就只有25000至28000美金 只是一架車 另外,你買配件、套件加起來 你說得不對,沒有錯,一點都沒有錯 3、4、5、10萬是你第一場開始的投資 還有一些投資後,還有維修 還有工作人員的費用、酒店等 不少錢的投資 所以說現在在鬥車,如果沒有廠車 搭配你的話,也挺難投資的 好了,進入最後一個圈了,特匯 已經領先自己的隊友,16秒多 所以肯定可以獲得第三次 就是這個超級電單車賽的冠軍 他現在已經由車可勝則了 拿著一杯椅,走到半個圈回來 整隻杯就拿著了 應該沒有問題的了 他現在頭車和二車,19秒 第二、第三、十四、十五秒 變成真的,正如我早在第十一圈裡說 如果如無意外,就是這個次序 第一名是二十九號,癱瘋 第二名是三十一號趙傑宗 第三名是六號車的蒲國籍車手 就是巴比斯達 沒錯,第四名是一號車 又是蒲國籍車手 好了,見到蒲國車手,路車的巴比斯達 照顧自己的同胞 現在剛進了蒲京灣 然後上加斯蘭那一段 沒錯,倒上去就是這個 二十九號的拿特匯泰國籍的車手 不如整天都抵小頭 他現在在玩的了 他現在真的不需要 扭扭扭,讓底提老虎跳 表演一下 都不用急了 現在又老虎跳一下 如果有人在旁邊捱著你,你沒有那麼輕鬆 一號就是拉倫之拿 暫時排到第四位置 後面應該就是夏思林 對,28號是夏思林 追得上來很厲害 現在上到第五位 對,第五位馬來西亞直的車手 夏思林追上來很快 都追上來第五位 松山這段還有一秒多的距離 如果要追都比較困難 除非很拼命 是夏思林追上來發甲灣 還有發甲灣 還有兩個彎 過格子旗 就贏這場賽事 很輕鬆 從第一個圈到現在 從未有過壓力 進入第一個蒲驚灣之後 一直都沒有人拍到 他在車邊 真的很容易 剛才看到鏡頭拍攝著蒲驚灣 拍攝了很久 還沒看到趙傑宗 實際雙差距遠 雙差距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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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做 這是四沖淨車 不是二沖淨車 對 照地 照地 有這樣的技術 沒問題 過格子旗 輕鬆輕鬆 衝線 三手 趙傑宗 落後了17.12秒 第三名 應該是路車白色的 巴比斯達 看看是否他 過了終點 路車 第二架才是 好了 結果第一名 和第二名 都是Kawasa 蔡錫克 7號車 這麼快就是 玩完 好了 大會的正式公佈 也是有了 十五個圈之後的賽事 就是 第一名的 就是29號 立達活 時間是用了 41分 0082的 而第二名 就是31號 趙傑聰 相差是17秒多的時間 第三名 就是6號 車的 巴迪斯達 第四名 就是1號 羅倫悉拉 而第五名 就是3號 車的 巴迪斯達 第四名